HELLO,大家好,我是紅火秋,今天呢要來開箱或安裝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轉速錶,那我去網路上買的,買那種最便宜的而已啦 所以說我也不確定它能撐多久,它連燈泡都是沒有辦法更換的那種款式啊 嗯,不知道這東西可以撐多久 那總之呢,我就買了一個也蠻便宜的就來裝看看吧 如果它真的壞掉了就拆掉也無妨,因為沒有轉速錶本來就可以起的啦 好,那就開始吧,那首先呢要先做一個直上錶架啊 所以說我就拿了這塊鋁板,打算來裁一個錶架出來 那大概預計是裝在這個地方啊,大概像是這個樣子吧 嗯,大概像是這個樣子,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不是最好的人,我不僅存的工作做著不僅存的夢 我不是不僅存的興奮,我不僅存的人生 是誰會變健全不堅全 是誰會變正確不正確 你的精確也只是想盡 我的事情不需要那些 我的世界只要我能看着我心想的 说着我心想的只是都是恶心想的人 学着我心想的迷失 说着我心想的战 说着我心想的生活 当初恶心想的人 学着我心想的永远 学着我心想的思 说着我心想的光 也爱着我心想的人 说着我心想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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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乃乎我心想的愿者 OK 那我们的表架就这样子做好了 那差不多就长这个样子吧 没有错啦 那我会先把这个表架喷成黑色的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那等一下就可以来接线了 那我们就先把表架喷个7吧 好啦 那这来就是它配线啦 那KTR这台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的配线是在油箱下面 所以说你要先把油箱打开 那油箱的话就要先拆坐垫 所以我就先把坐垫跟油箱拆起来吧 OK 那擦油箱的时候其实比较麻烦啦 就是你要先把油标感应线拔掉 然后还有那个油管拔掉 那如果你是像这种比较新的车的话 一般都是用负压公油啦 所以油管可以轻松的拔掉没关系 那如果你是那种比较旧的车 它有一些是没有负压的 就直接让油流下去的 那油管拔掉的时候可能油就会露出来 你就要自己小心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油管拔掉了 好的 油管就直接拔掉就可以了 那看你方便拔哪边就拔哪边来 好 那现在应该可以把整个油箱拿起来了 只要切断油表跟那个 呃 供油线之后应该就可以整个拿起来了 嘿 没有错啦 那剩下这根管子应该是二废的管子 好的 那我刚刚决定了 就不要拔二废的管子 就把油箱放在这边就好了 那希望等一下不要太大力掉下去啦 应该是还好啦 感觉蛮稳固的 因为我们只是想接个线呢 并不是真的要把油箱拿起来怎么样啦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接线吧 好了 那我刚刚做了一些功课 那就是我把我的改装仪表跟KTR的仪表 去做了一点交叉比对啦 那我出来的结果就长这个样子 对 那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好了 因为我的改装仪表它是有分两组线 一组线是小灯的线 一组线是转速表的线 那两组线的颜色居然是有重复的 而且重复的颜色定义还不一样 真的是还蛮过分的啦 那反正我这边的定义就是 小灯的那两条线啊 是红色要接上我们KTR的小灯线 就是咖啡色的 那黑色的话就是接地 那KTR对应的线就是绿色的 那另外那三条线呢 就是转速表那组线呢 它的黑色呢 是接到我们的电门正电 就是KTR的黑线 那绿色呢 就是接地 那也是对到KTR的绿色 那黄色呢 就是接高压线圈 也是对应到KTR的黄黑色 好 那这样子确定了之后呢 就快去安装吧 啊对了 转速表这个你一定要非常确定才能安装 因为假如你不小心接错了 那个表就直接GG了 好的 那我刚刚又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一下 这台车的线路机要怎么牵线会比较好 那首先呢 当然呢 就是你要装转速表嘛 一般都是从CDI那边牵一条线出来 那这台车的CDI在这里 CDI就在这里嘛 那讯号线就是从CDI旁边有一条线是讯号线 然后把它拉出来 接上我们的转速表的讯号线 这样就可以了 一般来讲没有转速表的车都是这样改的啦 但其实它的讯号线是连接到一个地方的 那就是我们的高压线圈那边 OK啦 那其实那个转速表的讯号线 就是接到这个高压线圈上面的啦 所以说高压线圈这一条线就 各位看它的那个颜色啊 颜色有点张张的看不清楚 但是它的颜色其实就是黄黑啦 就是所谓的转速讯号线 那假如说从这边接的话 当然是比较方便因为比较近嘛 那我看的这个造型非常的特别 应该是用电线缠一缠就不会掉了 那这个就是给它卡在这个地方的东西啦 像这样子卡进去的 所以我在想如果用我们的电线 把它裸露长一点再把它竖起来 竖在这边的话 这样子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就不太会掉啦 除非你要换这个时候它才会掉 那这样又可以比较方便 又可以不用破坏原厂线组 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 我个人觉得啦 KTR的主配线区啦 像野良就在大灯里面嘛 KTR就在车架这边油箱下面 那我们就 我打算转速表是拿这个开刀啦 这个就是9PIN的 应该是仪表的 就是仪表的那个供电 哇里面有点烧焦了 来看一下 哇这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里面有点烧掉了 KTR还是 这次好像蛮容易烧电线什么的 好不管了 等下把它清一清 那总之呢 这条线里面就可以 找到我们全部需要的线 除了转速讯告线以外啦 那首先它是接地线嘛 绿色的接地线 那再来是我们的 咖啡色的这个 咖啡色的是小灯线 就是只要开灯它就亮 就是仪表的背光啦 那不用的时候仪表背光就关掉 那可以省电 那再来是黑色就是我们的锁头正电 那就是接在那个 转速表需要的正电上面 那这三条线就是我们需要的线 那再加上我们刚刚CDI 不是CDI啦 我们刚刚高压线圈 接出来的这条黄黑色的线 那四条线就可以让我们 转速表正常做动了 好那我一样是想要来做一个直上线组啦 所以我打算用这个外面买的这种线组 然后来做一个转接头 那就可以做成直上线组了 然后再从转接头里面这边的线啊 分一些出来 那就可以做成直上线组 那之后要复原的话也方便 就把这个整个拆掉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那我们就拿出我们这个 嗯 事先买好的9PIN的接头 来做我们的直上线组吧 那我首先第一个我要先检查一下 它这个有没有接线 有没有接对啊 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一个 然后线接错 也是用这台KTR的时候 就是整流器那个时候 它线是给我接错的 所以说这次安全起见还是先看一下线是不是都对的 要不然又要被扛一次 怕的东西会烧掉什么的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线是不是都是相对应的 OK那在做完检查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来正式接线啦 那首先我们先把要用的线标注出来 像这个是绿色的嘛 这是接地线 咖啡色的是小灯线 跟黑色的正电嘛 好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去接线啦 OK那我们就来正式来接线吧 那接线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把线接在 另外一组线组上嘛 那我用的是这个6PIN的线组 那其实是用4PIN都可以啦 但是我4PIN的没了 所以我就先拿这个6PIN的来装 那就把另外这两条线拔掉就可以了 那一样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接线的地方我就跳过吧 因为还蛮垄长的 那接好再给大家看一下 接好会长什么样子啦 过了很多时间啦 那终于把这个线组做好了 那当然是还没有完全好啊 那我来解释一下我怎么做的吧 首先就是表架的部分 这两个就是单纯的对接而已 那我把我的小灯线 然后正垫跟接地线 另外接了一条出来 那再加上这条是 等一下会接在我们的 点火线圈上面的一条线就对了 那另外这三条呢 是给油表预留准备的 就是我之后会重新接油表啦 那也会从这边 借出一样这三条线出来 所以我就另外接出来了 那我还没有用那个什么 热缩套给它套起来 因为热缩套不够 那也没有办法去买 因为现在过年 所以说呢就先将就着用吧 那理论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啦 那再来就是我的表的部分呢 就只是很单纯的 把表的线接起来了 那接地线当然是 两个都已经接在一起 那其实用4PIN的线就可以 但是因为我 现在没有4PIN的线 只有一条6PIN的线而已 所以就用6PIN的线去先代替 那之后会不会改呢 应该是不会了啦 就先这样子 那以后可能再美观它 美化它而已 好 那现在就可以来测试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啦 但是首先要先把这个讯号线装上 OK那这个就是点火线圈的讯号线来源 那我们就把我们需要用的这条线插进去吧 希望是可以插得进去啦 那这样就穿出来了 那我就把这个铜线拉出来 然后缠在这个铁片上面 应该就有讯号了啦 好 那我们就来缠一下吧 OK那我这样就把它缠得很实啦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 我们就把它塞回去啦 这个防塵套给它扣回来 那这样就完成了 把它插回去我们点火器里面吧 然后把这个点火器锁回去啦 我也不知道什么KTR的点火器 拆这个线的时候会被喇叭卡住啦 但其实这种东西本来就不会很常拆到 所以应该是还好 那我们最后一片拼图也拼上了 啊 这个差点忘记装回去 这个不装回去就没有办法点火啦 好 那这种就可以把我们的主配线给它接上去啦 首先是接到我们主配线的 诶 快拆接头的部分 主配线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表的配线 好了 那再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表 直接给它按上去看看 好 那再来没有意外就可以来发动引擎啦 但是发动引擎之类的大家先把油箱装回去 要不然没有油引擎是发不起来的 好 那我们立马来试看看 好了 有点紧张的一刻来了 打开电门 那没有意外的话开启灯光 诶 亮了 好 那我们就来发动看看吧 看转速会不会正常的作动 OK 我刚刚其实有测试过一次了 是正常能用的 再看一次吧 有没有 转速表动了 把这个车子需要调整啊 哎哟 转速表是正常能作动的哦 好 等我一下 我让它发起来再继续讲话好了 OK那我的转速表就正式了完成与接好啦 完全没有破坏任何原厂线组了 但是为了不破坏原厂线组费了更大的洗礼就是了啦 好啦那再来就是我的表架要把它装上去那表也给安装上去 那当然这个线组也不可能那么丑啦 所以还是会做一些美化处理箱 像是要再重新包入个电火布之类的 那这个线组当然要自己走线一下啦 要不然也不可能让它随随便便便就培在外面嘛 好那我们就继续做最后的一些 detail的部分吧 好的那说是一些 detail的部分 其实就是把县组整理得漂亮一点啦 那我想过我以后应该也是不会把它打开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整理起来吧 嘿哟 那这样的接法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保险啦 就是要保险的话还是要有什么热缩套啦 然后要焊洗啊 对那用电火布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保险而已 那就看你怎么选择啦 之后会再找时间把它拆开重做吧 那现在主要就是因为过年期间根本就没有材料很会开着 所以我就先把它捆起来吧 表的部分呢自然也是用我们的电火布捆一捆而已啦 那我现在就把我的表架装回来 最一开始做的表架 然后把表安装在一开始日定安装的地方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线 嘿 嘿 嘿 跟着原厂的揉线走应该就行了吧 然后接到我们的快拆头这边 快拆头到这边 这边好像有一点点不够长 好险我有预留一点点长度啊 好接下我们快拆头 嘿 完美 只有这根黄色线看起来特别突兀而已 应该之后用束带把它束在靠近车架的地方 应该是感觉不出什么太奇怪的地方才对 那这样子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啦 对对给它接回去 这不知道怎么有点卡卡的 装不太进去啊 所以以后呢把全部的东西都装回去 还有把我们的表装在表架上面 把线接好邮箱放回去 以电锁回去 只要就大功告成啦 那成功的成品就长这个样子了 对当然是晚上的时候看起来不漂亮 因为毕竟这个表就是主打它的灯光效果嘛 所以说就来个晚上的画面了 那至于为什么我拍到一半就停止拍摄了呢 那其实是因为这个表其实它有点问题 就是它算是瑕疵品 所以说它只要整个表跟车架接触 它就会开始烧焦 所以说呢它这个表其实是NG品啊 是不能用的 那我有去了去问卖家可不可以给我换 他说售后哦 因为我这个表已经买很久了 买了很久之后才装的 那它没有办法给我保固什么的 而且我线也都剪下去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保固 但这个表测试的时候是正常可以用的 只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问题啦 因为毕竟你不要跟车体接触的话 它是可以正常用的 那一根车体接地道 那个小灯就开始烧 所以说就没办法 所以我都去买了一颗一样的新的表 跟同一个卖家买的 所以说之后可能就会再换一颗表上去 但理论上来讲也不会再做其他空洞啦 就是把表换过去而已 但是换一颗一模一样的表 那希望下一颗表不要染问题了 那至于这颗表有什么问题呢 我之后可能会再拍个影片 看里面是什么问题好了 但是这件事情对今天的影片 是没有任何的干扰到啦 所以说今天的影片还是可以看看的 因为的确是这样接是可以的 假如说你接完之后跟我一样 表有不正常的情况的话 通常应该是表有问题 不是你的接法有问题 好啦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麻烦按赞留言分享 那如果想看更多机车相关 汽车相关 以及一点点电脑相关的影片的话呢 那就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掰掰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